第二第五任设计师John Galliano 也就是鬼才设计师海盗爷 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他是个疯子 喜欢他的人喜欢的就要命 比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国内设计师品牌Andra Tren的创始人陈安琪 就是海盗爷众多终极迷媚中的一员 Andra Tren这只造型前卫的蜥蜴包 在最近的热播综艺《潮流合伙人2》中可没少露面 不仅造型吸引了眼球 包包的头上两部分还能自由地拆卸 随意组合成腰包胸包等形式 品牌的窜红让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了 这个留着寸头的酷女孩设计师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品牌中 燃琪的新星风格上时代的先锋 Andra Tren和他的创始人陈安琪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陈安琪在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把海盗爷看作是自己的偶像了 当同龄的孩子们都还要被要考清华还是北大的问题困扰时 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已经把考上伦敦圣马丁 写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里 向偶像看齐的第一步 就是要在偶像的母校里贯彻落实好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八字方针 真正的勇士敢与迎接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deadline 陈安琪也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大秀 圣马丁的毕业大秀向来都是时尚杂志争相报道的对象 对于这些要毕业的学生来说 毕业秀更像是他们的成人礼 是迈入社会和时尚行业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而这场秀也让陈安琪成为了时尚杂志 ID评选出的年度最佳毕业设计师 我们来看看这场秀 整场秀夸张华丽又不失潮流 总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些海盗爷当年的影子 这场毕业秀以LGBT婚礼为主题 高举彩虹大旗歌颂爱与伟大 在这场秀上 两个女孩在不允许同性结婚的非洲相遇并坠入了爱河 他们不顾别人的眼光 勇敢地打破了世俗 举办了自己的婚礼 陈安琪用张扬的扩行和奔放的颜色 来表现这种勇敢的态度 陈安琪这场剑走偏锋的毕业大秀 很快就被Walk杂志 时代周刊等接连报道 这种出道及巅峰的配置 简直就是爽文女主的标配 除了毕业秀 陈安琪的许多秀场都非常有辨识度 以至于让人看到他们的第一眼 通常不会将这些大胆明亮的色彩 与无性别主义 这个自带黑白色调的名词联系起来 无性别主义这个词不陌生了吧 隔三差五我们就会上一次热搜 三天两头就会被班上秀场 作为无性别主义的先驱 山本耀司算得上是最有发音权的了 它那些大片的黑色与宽松的扩行 是很多人心中无性别主义设计最初的样子 关于山本耀司的设计和风格 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考古我们之前的视频 但是不同于山本耀司的黑色才是王道 陈安琪摒弃了沉重的黑色 用高饱和度的彩色告诉所有人 无性别主义还可以这么玩 陈安琪成功地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尚语言 以至于现在只要你见过一次安着了沉的衣服 就能毫不费劲地在买手店中找到这个品牌的设计 如今的陈安琪除了是品牌的设计师 还要兼顾品牌形象、市场拓展等事物 这个留着寸头的酷女孩 她不仅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品牌 也想让自己的作品经得住岁月的洗礼 时间的沉淀 让中国设计树立一个在世界时装界的完美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